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榜的人就更是微乎其微了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 现在还保存着清朝一百多幅金榜元件 中国封建社会科举考试制度中 最高一级的考试是电视 金榜就是电视成绩的排名榜 因为它是书写在黄纸上的 所以也称黄榜 又因为它是由皇帝亲自批准 并盖有皇帝之宝大印的 所以它还有第三个称号 黄榜 黄是皇帝的黄 分别用满汉文书写 这幅金榜是光绪二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公布的 共三百五十人 金榜全长二十一点六米 高零点八九米 已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中国封建社会奉行的是学而优则事 书读好了就可以做官 而衡量一个人学识深浅的依据 就是科举考试 从隋朝开始直到清朝 一千三百多年里 这种开科取士的制度 一直是国家选拔人才的固定方式 也是读书人获取功名的唯一途径 一旦考好了 金榜提名 就意味着从此飞黄腾达 富贵荣华 然而那么多的读书人 挤在科举这条路上 能有几个幸运儿 金榜的后面是无数深深学子 艰难苦涩 悲悲喜喜的故事 科举考试 好像一架伸向云端的阶梯 从乡下考到省里 从省里考进北京 又从京城考进皇宫 过五关斩六将 一级一级往上爬 考同生是科举考试 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一个白身 就是一个没有学位的人 就是到了七十岁 也还没有资格参加乡试 去考举人 要考同生 也就是考秀才 要经过县考 就是由支县来主考 辅考 由支府主考 和院考 由省里头的学证来主考 考试合格 取得秀才资格 进入官学 才为下一步 考举人 做好准备 有了秀才身份 便可以参加 每三年一次的乡试 乡试就是省里的考试 是科举考试中 最重要的环节 乡试又叫秋为 都在秋天举行 这是清代不同时期 北京顺天府 乡试录 乡试提名录 和乡试考官名单 是专门记录 科举考试情况的档案 乡试试题 由皇帝亲自确定 监考官 也是皇帝 从中央任命 乡试竞争十分激烈 一般是十到二十个秀才中 选取一名 考上了就称为举人 做了举人 便有资格参加 每三年一次的会试 也就是进京赶考 会试也叫春围 都在春天举行 卢沟桥 是各地很多举子 进京的必经之道 据说 每一个赶考人 来到这里 都会不由自主地 停下脚步 春风拂面 桃花点染桥头 京城在望 而成功的希望 和失败的危险 也同时在面前 哪个人不是愁畜满志 感情复杂 会试考场设在北京顺天府贡院 共试三场 每一场三天 连考九天 淘汰率在90%以上 通过了考试的人 取得共试称号 中了进士 一般都是有官可做了 但是做的官大官小 是留在京城 还是发往外地 最后取决于殿士的成绩 殿士地点最初在太和殿 乾隆以后都在宝和殿 清朝初年 皇帝不仅亲自拟定试题 还亲自评判 所有的殿士考卷 康熙以后 才改由月卷大臣批卷 只有前十名的试卷 进成皇帝预览 一般情况 殿士的一甲取三名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状元 榜眼 探花 二甲 三甲 加起来取一百多 到近三百人不等 头甲和二甲 前七名的次序 都由皇帝亲定 然后独卷大臣 集中在内阁 将其余二甲三甲试卷成绩排定次序 开始填写金榜 金榜有大小两种 小金榜专门奏成给皇帝预览 大金榜填写好后 要张贴于长安门外 以工人观赏确认 长安门 位于天安门前的东西两侧 东侧的叫长安左门 西侧的叫长安右门 文科考试大金榜 张贴在长安左门外 五科的大金榜 张贴在长安右门外 这两座城门 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只留下了 长安街的街名 到今天 得众逃名 二名 三名的披红挂彩 骑马街前亮相 何等风光 何等神器 落榜的 却是两眼发黑 面如死灰 如遭霜打 脆弱的 或者当场倒在金榜之下 或者一根麻绳上吊 从此运用别了考场 也有乐极生悲的 就像如临外史中的范进 好不容易得众举人 却又疯了 科举考试的内容 以四书五经为主 四书是大学 中庸 论语 孟子 五经是 诗经 书经 义经 春秋 周礼 这些都是已经流传了 数千年的古籍 题目要从这些书里出 而且以八古文的固定格式来写作 评判文章的优劣 依据的又是一整套 刻板将死的标准 这样的考试啊 以社会实际 已经相差千里 不可避免的 会选进大量的 思想僵化 英群守旧的这种庸才 而社会上那些 具有真才实学 具有创造精神的人呢 却被拘之于门外 在清朝朝廷里 入入无为的宫观 非常多 可社会上那些 着有建树 可以说是 清史留名的人 有的人 连举人都不是 有的人甚至一辈子 都可能没进过考场 以聊斋制衣一书 飞升中外文坛的 蒲松林 十九岁开始同事 一直考到七十岁 最终也没得到 举人称号 道光年间的 名臣曾国藩 道光十八年参加会试 虽然中了进士 殿士的成绩 却名列三甲 属于莫等 靠走后门 才被选为汉林 以他后来的表现 至少算得上 封建朝廷中 最有才干和功绩的 官员之一 远在许多状元 榜眼之上 这岂不是 科举考试的自我讽刺 科举制度 不仅埋没人才 而且让千千万万的 知识分子 活活困死在考场内外 所谓死读书 读死书 读书死 终生一事无成 在清代 白发同生 寿星举人 比比皆是 成了一道 十分滑稽的风景 不少学子 从小考到老 一个三年 又一个三年 命运之神 却一直不光顾他们 如康熙年间 江苏有个叫 王世丹的 二十来岁 就考中秀才 当他考中状元时 已是五十九岁 假定 他确实是个 旷世之才 五十九岁 在今天 也已是 该要退休的年龄了 哪里 还有施展才华的时间呢 有的 甚至考到七八十岁 清代礼记 清代内朝中 有这么一个记载 在康熙三十八年的时候 当时广东顺德 人有一个叫黄章的 已经百岁了 他还让崇孙子 打着百岁官场的东路 千里迢迢的 来经赶考 确实我们在 我们管藏的这个档案中 可以见大量的这种记载 就是当时参加 相识考试的考生中 七八十岁的人非常多 有时候一个省 就多达上万人 十年寒窗 清灯一盏 且不说长夜漫漫 浸泡了多少 七清寂寞 那一场又一场 噩梦般的考试 也是够人销售的 相试 会试 都是连续共考三场 每场一考 就是三天 吃喝拉撒 全在考棚中 棚中的案子 白天用来写考卷 晚上翻过来 就是床 连大小便 都只能排在 棚中的便筒里 考场四周 港少如林 戒备森严 好似大敌当前 有钱人家 尽量多带些 增强体力与脑力的食品 如人参之类 贫寒人家 就只能靠干粮 来填饱肚子 康熙三十六年的 状元李帆 出身寒威 参加电视时 考栏里 仅放着三十六个馒头 高度紧张 加疲惫 使许多人在中途 就倒下 被抬出了考察 大约由于身在其中 深知内情 蒲松林在 《聊斋志异》 这部名著中 对相识世子 有极生动的描画 入场提栏 像乞丐 点名受喝泽 像囚犯 进入号房 像秋后的冷风 出场后 像出笼的病鸟 盼望抱子时 坐立不安 像被捆住的猴子 得抱没中 像中了毒的苍蝇 虽然如此 还是挡不住读书人 义无反顾的奋勇向前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千中素 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中车马 多如醋 这是大宋皇帝 写的一首打油诗 书不清 他是在刻意引诱 鱼儿上钩呢 还是在讥讽 上钩的鱼儿 可怜可悲 俗话说 熟道之难 难于上青天 科举考试的道路 比登熟道还难 由于科举考试竞争激烈 一些考生就作弊 清朝对作弊的考生 处罚十分严厉 一旦发现 按照大清律例 要加号三个月示众 期满之后 要占一百 还要发往边疆冲军 尽管清朝对考试作弊 处罚很严 但是作弊现象屡禁不止 而且其风气 欲演欲练 其手段五花八门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 当年考生作弊的衣服 远看就像麻色花纹 细看里里外外 用迎头小字写满了答案 近年来还有不断发现 2003年2月 在苏州又发现了一本 清代考生作弊的书 厚0.4厘米 只有半个巴掌大 但有九万字的考试内容 一厘米能盖住六个字 因为科场作弊之风太猖獗 为杀一井百 清朝政府在考场实施严打 所有参加考试的试子 都遭到了彻底的搜身检查 果然查出了许多夹带的人 考场外面占满了一排排 因夹带当场被代价示众的学子 此外 初前请人冒自己的名 入场考试的现象 也十分普遍 当时甚至出现了一个 专门带人考试的行当 这种人当时就叫枪手 枪手的风险很大 但报酬很高 代笔一次就可得银三十两 如果中了还有重谢 这是嘉庆二十年六月 清朝官员查进北京顺天府贡院 有关枪手情况的奏折 场内作弊不断 场外运动繁忙 考生们常常巴仙过海 各显神通 走后门打关节 找同乡拜老师 甚至行会考官 清代的科长腐败 主要来自官员 如嘉庆六年 刑部尚书张若廷 帮助其亲戚家代 嘉庆十六年 湖南学政徐松 不但倒卖政府办的官学的名额 还将自己心编的教材 高价强卖给学生 这两份档案分别记载了 当年查处他们的情况 咸丰八年 顺天相识爆出丑闻 主考官大学士 百俊等收受考生的贿赂 结果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 百俊等主犯被处以死刑 其余九十多名有关官员 也受到相应的处罚 投名状元是金榜名次争夺的焦点 咸丰六年 状元是翁通和 榜眼是孙玉问 电视之前 他们曾在场外 有过一场名争暗斗 当时翁孙二人才华不相上下 而且朝中都有人 社会舆论公认 状元一定在两个人中产生 当时翁通和孙玉文这两家 都是大官 两家的官意还特别好 关于当年的这电视 还有这么一段传说 在这电视前夕 这个孙玉文他们家 请翁通和到孙府上去吃饭 晚饭后呢 孙玉文的父亲 又以长辈的身份 同翁通和畅谈 一聊就聊到深夜 当晚呢 就留着翁通和在孙府上住宿 翁通和刚一躺下 就外面就开始有人放炮 断断续续 一直这个到了天亮 孙家的这个用心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翁通和肯定没有休息好 第二天一进电视考场 果然是五经打采 呆坐了半天 这时候他想起身边带了两只人身 幸亏这个人身救急 当年的状元还是被他得到了 如果说乡市考场上的作弊 还有可能被查禁 那么电视排名方面 官方的暗箱操纵 就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电视的阅卷大臣 都是内阁部院的高级领导 由皇帝亲自任命的 名义上是公同阅定 实际不过是一句空话 张俭是我国近代史上 著名的实业家 教育家 但他当年得中状元 却是仗了上层人物 一系列的幕后活动 光绪二十年 张俭顺利通过了会试 但他的电视成绩却不理想 当时的收卷官黄思勇 是他的朋友 他发现张的试卷上 有一处空白 于是悄悄帮他补上了 还另外改了一处错误 试卷乘送阅卷大臣平定时 张俭的同乡翁东和 极力想提携张俭为状元 但却面临一道难关 也不知从何时起 形成的规矩 试卷的名次 要依阅卷大臣的 地位资格来排定 就是说谁的地位高 他看上的试卷 就排在前面 在八位阅卷大臣中 翁同和只能排在第四 翁同和依仗自己是光绪皇帝的老师 又疏通联合了另外几位阅卷大臣 一番周旋运作 终于将张俭拔为状元 金榜前十名的最中派版 还是最高同志者皇帝 除了大臣的推荐 有时候这皇帝也要搞平衡 清朝近世 以江浙人为最多 二百多年间产生的一百一十四个状元中 江浙两省就占六十九名 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点五三 尤其是在乾隆六十年以前 江浙两省的状元六十三名 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点九五 所以乾隆二十六年时 新科状元原本是江苏的赵义 乾隆说 江浙出的状元太多了 不足为奇 便受益将赵义的第一名 改成第三名 而让陕西的王杰当了状元 更为荒唐的是 有时统治者因为迷信 重新决定金榜排名 光绪三十年 清朝举行了最后一次殿试 当时八位阅卷大臣 出定的金榜排名次序为 第一名朱汝珍 第二名刘春林 第三名商演刘 阅卷大臣将拟好的投十名名单 呈给慈禧太后审定 慈禧一看投名是朱汝珍 就不高兴 因为他害死过真妃 加上朱是广东人 让人想起了太平天国的洪秀全 戊须变法的康有为 梁启超 以及当时正在闹革命的孙中山等 都是广东人 再看第二名 直立肃宁人 肃宁二字挺吉利的 并且当时大汉 春林也很吉祥 何况刘春林书法不错 曾为慈禧超过不少金刚经之类的东西 于是便点了刘春林为状元 朱汝珍对调为第二名 最为滑稽的是 有时即使金榜名次已定好了 还可能会因为一些细节差错而更改 嘉庆年间 一次举行传卢大典 就是殿世后 皇帝在宫中接见星科晋士 星科状元一甲一名徐开业 叹花一甲三名 梅万青排班的时候 没有及时赶到 于是军机处揍了一本 认为船炉大典事关重大 而徐开业等人 从民间刚刚进京 不熟悉礼数 不能按时到场参加仪式 实属错误 军机处这件事一报上去 于是二人的名字 从金榜上消失 煮熟的鸭子 就这样飞了 在清朝268年的时间里 一共举行过 112次会试 名字荣登金榜的 只有两三万人 到了二十世纪初 在中国延续了 一千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 就像是大清的国运一样 气数已尽 当时西方的自然科学迅猛发展 推动了社会科技进步 而中国学子们还在清灯下 抱着祖宗的四书五经 咬文嚼字 这时的封建科举制度 无论从内容到形式 都已经腐朽透了 人们逐渐认清了它的本质 开始激烈地抨击它 其中最有名的是 公自贞的那首诗 九州风气 世风雷 万马其音 纠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 降人才 连光绪皇帝 在一次阅版电视的考卷后 也不尽常探 这样选拔人才 难怪所觉 非所用啊 光绪三十年 在朝野的一片呼声中 科举考试 寿终正寝 光绪三十一年 公元一九零五年 光绪皇帝 搬下了御址 平址科举考试 太学庙前 这些刻着 近视名字的石碑 风吹雨打中 渐渐地消失 已经快要辨认不出来了 金榜提名 已经永远 成为了历史 三十八将